為推廣攀樹運動 有民間團體在全台多處 舉辦全台串聯大樹聚活動 24日早上台東史前遺址公園內 也聚集許多攀樹愛好者 希望透過經驗分享 讓民眾認識攀樹運動 教練表示攀樹運動 在歐美地區相當流行 最早起源於林業伐木業 為了工作目的而做的專業技術 後來才慢慢發展為戶外休閒運動 開始接觸攀樹運動之前 必須先從基礎安全知識建立 樹木評估檢查裝備器材開始 而攀樹過程反覆握繩 撥繩 騰空踩上也都需要體力與耐力 但爬上樹頂卻又能感受 做不同的體驗 透過安全的繩索 發揮身體的協調性與耐力 並克服恐懼爬上樹梢 過程中不當讓人感受 到樹的彭博森魅力 更打開全新視野 看見自然中不同的風景 而活動單位也期待 透過攀樹運動推廣 傳遞正確的互數概念 讓更多民眾能親身感受 攀樹運動的魅力 原始新聞 台東市場的報導 甚至要改善 兩位 放鬆 到達 散